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表示 我痛心 但身心附近到了另一个世界 没有忧虑 再也没有病痛 而长青的朋友也表示 他过去曾因为心脏病开刀 在2005年 长青就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 心脏做了手术 花了70万 休息了好几个月才康复 可以说当时长青算是在鬼门关前走过一次 说起资深艺人长青 内地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 但他在台湾地区可以算得上是家喻户晓的甘草演员 长青出道到现在已经接近60年 曾因为出演长寿处境剧 傻女婿里面的水挖土一绝而爆红 除此以外 长青的代表作品还有《鸟来博与十三仪》 这部剧集是一部处境剧 在台湾非常出名 集数也很长 该剧总长达2708集 长青在里面饰演的香肠博一绝 也是令观众印象深刻 另外 长青在主持过很多综艺或戏剧类的节目 长青曾主持知名综艺节目 《天天开心》长达13年之久 这个节目一直从1986年4月开播 到2000年2月才结束 收视率也一向都很高 长青一生结过两次婚 与前妻生了三个小孩 在62岁那年 长青迎娶了比自己小31岁的老婆钟淑雅 据说长青与现任妻子钟淑雅相识13年 谈了八年的恋爱 两人相识是因为钟淑雅在某饭店做前台 长青去拍戏 在那个饭店住 两人认识以后恋爱 本来也没打算结婚 就这样相处下去就很好 但因为长青做了心脏开刀手术 在鬼门关前走过一回 而当时钟淑雅对长青悉心照顾 长青在病好了以后就向她求婚 女方的家长在当时 十分反对两人的婚事 但后来两人还是坚持在一起 并在婚后也十分恩爱 当年长青结婚时 也引起了观众的讨论 虽然她长相年轻 但毕竟比老婆大31岁 有人说长青的第二任妻子 比她34岁的长子年纪还要小 两人举行婚礼时 他们的孩子已经出生两个多月 大家都说长青是老来得女 近年来 其实长青早已慢慢地淡出 积极地发展副业 如今长青的小女儿 已经有13岁了 从近照可以看出 他们一家三口生活得极乐融融 如今长青离老婆和女儿而去 相信她的家人都感到十分悲伤 除了家人以外 长青昔日一起演过戏 主持过节目的不少艺人 听到消息也感到很震惊 同时也感到很难过 鸟莱妈吴敏坦言 因为和长青都住在台中 这些年来二人都会去风源做商演 到歌厅主持 唱歌 演短剧 据她的了解 长青多年前心脏装了机械式心脏辅助装置后 从此就戒酒 开始注意身体保养 平常还不错 吴敏说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突然 表示打过电话给家属 关心状况 但对方没接电话 应该是忙于处理后事 他稍晚会再关心 演艺工会理事长慷慨也正式噩耗 表示长青在家中 因心肌梗塞去世 目前工会在台中有分会 会去帮忙家属打理后事 长青外表动灵 很多人都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 2006年 在62岁时 还没开二度 却小31岁的娇妻 中书雅 64岁老来德女 目前念国中 16日下午女儿在脸书发文 指父亲与世长辞 令人不舍 女儿16日证实死讯 称长青因为心律不整素疾 引起多种器官衰竭 在台中与世长辞 长青去世前已经住院 极少与圈内人接触 但人遗憾离开 原来长青自2003年起 就有心律不整的素疾 多年来在医院进进出出 仍难以控制 今年过完年后 不慎摔倒 身体大不如前 需要住院以及护理 一度在ICU治疗 后期神志开始混乱 遗留之际没有交代什么 一直在回忆精彩的一生 好友康宏受访表示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两个月前 但是长青看起来很年轻 气色很好 身材不错 不胖不瘦刚刚好 两人互相寒暄问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不像以往那样 每周见一次面 得知长青去世 康宏助他一路走好 据台媒透露 长青自从2000年后 淡出娱乐圈 其中发生过最轰动的事件 莫过于2007年 迎娶小31岁的二婚妻子 钟舒雅 两人交往之初谎报年龄 后来才发现长青比妻子 大了足足31岁 而长青居然比岳父岳母 还要大10岁 幸亏他和妻子爱情长跑13年 用时间去说服岳父岳母 并在女儿两个月时 补办婚宴 因为患有心脏病 长青起初没有打算和妻子结婚 期间突发心脏病 差点被死神带走 当时妻子在身边细心照顾 长青病育后主动求婚 老夫少妻的搭配引起热议 据长青大女儿透露 对小的妹妹还在念国中 他们则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与子关系疏远 目前长青的子女在家里处理后事 父亲在婚后 他们比较少联系 或依照父亲的个性 低调处理后事 长青晚年保持乐观 经常入院却从不放弃 他常常表示想去工作 又怕突然发病使不上力 谭言非常喜欢表演 因为可以带给大家快乐 长青和前妻 又有二子一女 因为疫情的关系 子女没办法陪着他离开 家人平时只能下午去看他 十六日下午两点后 状况变差 临终前无人相伴 孤独地离开 生前 长青就饱受病痛的折磨 从2003年开始 就查出有心律不齐等心脏疾病 频繁进出医院 心脏还装了支架 这次长青去世的导火索 是因为去年时在家摔了一跤 导致身体大不如前 大女儿在接触媒体采访时 被痛悼念 并透露了长青晚年的状况 她表示 爸爸到晚年神志部分比较乱 没交代什么事情 都在回忆这一生过得很精彩 我想过去从小到大的经历 感到遗憾的是 因为特殊原因 长青离世时 家人都无法在他身边 陪伴他走完最后一程 据大女儿表示 长青的精神到下午两点后 就不大行了 血压一直下降 但由于没有亲人相伴 饱受病痛折磨的长青 只能独自慢慢入睡 直至离去 看惯了其他明星去世前 亲朋好友齐去床边的场景 长青临终前 就显得孤独了许多 钟淑雅在长青脸书粉砖 发表声明 强调谢谢所有的好朋友 长青很安详平静地离开 钟淑雅透露长青清醒时 两人最后的一次聊天内容 她觉得她的人生 要感谢的人很多 感谢让她有第一部 演出机会的黄西田 感谢一直支持喜欢她的所有影迷 感谢帮助过她 陪伴过她的朋友 给她演出机会的人 她觉得她的人生很精彩 没有遗憾 钟淑雅指出 由于疫情原因 长青在她和女儿陪伴下 离开人世 谢谢每一位关心她们的人 如果可以 希望大家以祷告 修法 持咒念经等各种的信仰 祝福长青永生在大家的心中 愿长青一路走好 愿天堂再无病痛 同时也希望 比她小31岁的妻子节哀 照顾好女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关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